欢迎回来 继续要带您关心 又有台湾公民在中国失踪 前民进党党工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 这个月19号原定从澳门前往中国广州 但却失联至今 无天之来音讯全无 人权团体今天就陪同家属开记者会 除了呼吁中国政府给个交代 也希望政府拿出积极的态度 帮忙寻找李明哲 能否请中国政府 以及台湾的海企会告诉我 李明哲现在是生是死 或者是在何处 拿着丈夫李明哲的照片 强忍情绪开记者会 台湾非政府组织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哲 原定19号从澳门入境中国 但就此更加属失联 五天来音讯全无 在第一时间以来 我一直强忍着我内心的不安 因为我不希望做一个到处哭好的家属 但迄今 李明哲已经失踪超过五天 中国官方必须要有一个正式的回应 我们不想过度的指控 说一定是李明哲一定是被失踪 台湾的宪法保障是以24小时来计算 所以我们对于人身自由 受到限制 台湾人的容忍限度是一天 高度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台湾公民李明哲 每年都会到中国交流 这次却一入境就失联 台湾海机会两度发函 海邪甚至被以毒不回 目前透过其他管道确定 李明哲3月19号从澳门出境后 当天已从广东珠海入境 目前查无被公安逮捕住宿或出境的记录 仿佛人间蒸发 他到中国去 只是希望把台湾这个过去 美好的价值 跟想知道的人 用不到的方式 去做分享 这些在台湾的价值当中 是公益的事情 如果被某一些政权 认为是不喜悦的事情 我们先来面对 但请你告诉我 请你告诉我 这件事情如果中国政府 没有处理好的话 我相信对于台湾的整个NGO社会 以及未来两岸的一些交流 都是一个寒蝉的效应 其实大家在看 民党政府你到底在干嘛 你有没有回应 中国的光明社会 其实对民党政府 可能是有些期待的 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等着要看 官方是什么回应 我们等着要看中国的官方 又是什么回应 民团呼吁台湾政府 除了发函协讯 能有更积极作为 陆委会前一天 例行记者会上则说 在没有进一步消息之前 不会妄加揣测 但中共今年开始实施 境内NGO活动管理法 恐怕增加台湾人妇虐风险 新南台电视 陈江张轩和台币曾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